2020年我退休的 当时候退休了以后 我觉得还年轻了 总想做点什么事 想找个什么工作 还去做做 以前上班的时候 也经常帮那个裁缝店 做点加工活 做衣服的 后来有个朋友提起过 他说你外面做个 这个擀衣服不是你再好的吗 就做做挺好的 我想也是 一来方便大家 二来帮自己挣点外快 退休了 还有点事干干 里边 你好 你送了两个姐姐 你好 你这好 你这好 你带着 你带着往上 你带着麦仔 是吧 合适的 你来修 是呀 你带着龙年轻 然后赔个赞 是 好喝的最好 麦仔 实际上我这个麦仔 我其实改各种衣服 上衣 一件衣服 像这件衣服 肩膀宽了 他买的不合身 其他都满意的 就是肩膀有点宽 他这个身材 肩膀窄 只能这样 把它拆了 把肩膀 剪了 改窄 只能这样才合身 就是这类 其实修补 要求最高了 比如看 上衣这羽绒服 那天我发过一个 这么大一个洞 窟窿 就烫坏的 就是 哪个位置的 就是这个位置 这么大一个窟窿 羽绒服 羽绒服 就是外面一层 里面三层了 有三层包容的 容都出来了 飞了一天 一天是港 那里面 有块布 一样的 就是把它取出来 这块补上 正好一个 做个样子 就是一横 本来有这个条纹的 做上去 真的是无痕 改制衣服 不单是会剪衣服 会裁缝纫机 其实还要会 跟顾客沟通 很重要 这件衣服 试下来 哪里不舒服 哪里不合适 它表达的意思 我比较 必须要理解透 才能帮它改得好 是啊 还要知道 那个顾客的性格 他的爱好 他的年龄 要适合他 帮他设计一下 特别的顾客 上次还来过 在我印象里 最深刻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还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 过来的 听人家说 改得挺好 他就过来了 第一次改好 想不到 这么满意 他说 现在他成了 我的老客户粉丝了 他每次来 都亲切地叫我 美丽美丽 还有一些小姐姐 就是像你这类 小姐姐过来 都叫我美丽姐 我叫的 心里其实挺开心 他帮我像 当嫁人一样了 他对那种 他的老客户粉丝